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小顆的飛魚卵 让Q爽的米粒 咬来 还有啵啵啵的微妙口感 老板说这里的茶油 是选用台湾茶树籽 品居才会好 代壳的才是台湾的籽 如果进口的话 它就是这样子 它就脱壳给你 脱壳 然后脱壳进来才省运费 省那个重量 所以说你如果可以看得到 代壳的 代表它就是百分之百是台湾 吃客家菜 就是要吃鸡肉啊 啊不然咧 可惜我们没预定 正打算吵闹吃不到 老板立马跟别桌客人 协商一块鸡肉分我们 哼 这鸡肉丰润甜嫩 果然 别人家的鸡肉比较香 哦不是啦 吃人情味好香 还有 菜名很台式复古的 情人的眼泪 其实是屏东野菜 好来沟 口感又像穿耳 又像海菜 大雨之后才会有 有钱 也未必吃得到 当然 也不能错过肥滋滋 香喷喷的梅干扣肉 这五花肉得经过 炸 炉 煮 蒸 做到程序 超高价 才到周日班外 就已经大课满 如果没有先定位 老板娘只好 送客咯 你要不要下次 等等 要不要下次吃 吃我们家就能够 动新闻台北报导